位于美国西北部的马莫特水坝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如今一队专家要将大坝拆除 他们只有四个月的时间拆除两万二千吨钢筋水泥 并且清除八十万立方米的沙土和石块 让濒临灭绝的鲑鱼能重返他们的产卵地 拆除大坝要采取前所未有的方法 他们将运用二十一世纪的科学技术 让一场暴雨的力量为自己所用 在过程中不造成任何损伤 在美国西北部大坝与大河一样平常 马莫特大坝坐落在俄勒冈的卡斯卡特山 用桑迪河水发电已经将近一百年了 但是这座大坝已经老旧 并且挡住了回油的鲑鱼 波特兰通用水电公司决定拆除这座成本过高的大坝 用其他能源发电 比如风能 约翰·艾斯勒是通用水电公司负责该项目的经理 他的工作是要做出艰难的抉择 但是拆除如此庞大又老旧的大坝是一大挑战 波特兰通用水电公司召集了一支顶尖团队 包括了工程师 爆破专家 科学家 甚至还有天气预报专家 如果他们的计划成功 桑蒂河水将畅通无阻 从胡德火山的源头起 一直流到八十公里之外的 哥伦比亚河的交汇处 但这并不容易 马莫特大坝的高度相当于五层楼 跨度近六十米 一边是运河 另一边是一条古老的渔梯 帮助归于回油 大坝由两万二千吨混凝土和九万公斤加骨钢筋建成 为了拆除大坝 工程队必须先将河水暂时引入另一个大坝内 创造出安全的施工区 接着 他们将用炸药进行爆破 然后清理钢筋混凝土以回收利用 最后 在大坝成功拆除后 工程队还将面临最大的挑战 清除大坝底部 常年累月的沉积物 一千六百万吨泥土砂石形成了一座小山 几乎和大坝等高 就算大坝被拆除 这个巨大的砂石堆仍然会继续阻挡河水流动 但是 要清除这么多沉积物 靠挖泥机和倾斜卡车是不行的 承包商只有四个月的时间 安全完成这项任务 因为时间不等人 野生鲑鱼要返回出生地产卵 鲑鱼在桑迪河清澈的水域中出生 接着顺流游至太平洋内 鲑鱼一旦成熟 就会回游几千米回到桑迪河 赶在死亡前进行繁殖 很多鲑鱼需要通过大坝古老的鱼梯 返回原生地 近几十年来 鲑鱼数量从两万条降至五千条左右 有些种类 比如奇努克银鲑鱼 甚至成为濒临灭绝的物种 为了将该项目对鱼类的危害降至最低 只有在最低水位时 才能拆除大坝 并且要在大批鲑鱼回游之前完成 承包商奈特迈克道格的处境很艰难 不能浪费一分一秒 他们在7月1号开始动工 第一阶段 纳特迈克道格的队伍开始在马莫特大坝的上游修建大坝 也就是防水厌 拆除马莫特大坝时 它能存储河水 他们将这个特殊设计的防水厌建在五层楼高的沉积物上 他们在大坝内部钻孔放上水泵直达河床 水泵会抽走沉积物内的河水 输送到防水厌内 防水厌上还有一座非常沉重的钢筋桥 横跃引水区 一旦完成拆除任务 他们就停止抽水 让水重新回到沉积物内 沉积物将安全地溶于河水中 不过在这之前 它必须能挺住 防水厌要阻挡每分钟三百万升的水流量 在夏季水位低时 这足够了 不过 这个地区每年的降水量超过九十四厘米 并且秋季的暴雨期过后 水流量会上涨到现在的八倍 一个防水厌是远远不够的 工程队必须在夏季结束前完工 同时把河水排出工作区 是承包商的首要任务 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工程队夜以继日的工作 想尽早建成防水厌 钻井穿过沉积物 开出长十八米的洞 接着他们将水井套管放进洞里 然后在水井里装上水泵 这是生命保障系统 水泵必须全天运作 防止河水将防水厌吞噬 在工程队修建防水厌时 水文学家戈登·格兰特 要解决最大的困难 如何清除大坝后方 累积了一百年的沉积物 他最担心这堆活动的沉积物 会堵塞河流 阻挡鲑鱼回游 或者把鱼卵埋住 波特兰通用水电公司 决定孤注一掷 冲走沉积物 但是从没有人 在如此巨大的沉积物堆上 尝试过这种方法 于是格登·格兰特 被请来评估 这个计划是否可行 波特兰通用水电公司 请明尼斯达大学 地表动力学的研究人员 为大坝拆除计划 按比例制作一个模型 模型长13米 中间是马莫特大坝的模型 还有代表桑迪河的水油 工程师杰弗·马尔 根据实地激光测量数据 设计了这个模型 甚至还有沙泥沉积物 与集在大坝底部 研究人员建造这个模型 目的是检测水电公司 冲走沉积物的计划 是否可行 想法很简单 拆除大坝后 工程队要等待秋季的 暴雨期到来 让防水宴内的水位 上涨至顶点 接着他们开闸放水 让水直接冲走沉积物 不过用人力和机械 控制暴雨洪水 有一定的风险 研究人员希望 马莫特大坝的模型 能帮助他们弄清 该如何控制这个过程 模型准备好进行试验了 首先修建潜水大坝 包括抽水系统 接着拆除马莫特大坝 现在研究人员 要模拟一系列暴雨 来临时可能发生的情况 防水宴内的抽水泵 停止运作并被移走 最重要的是 要开一个缺口用来引导水流 在实地操作中 这要靠人力和机器完成 然后他们封锁饮水渠 将水引到这 模型内的水位开始上升 几分钟后 水流穿过缺口 开始冲向防水宴后方的沉积物 一千六百万吨沉积物 安全冲向下游 至少在这里 计划是可行的 不过实地操作能否成功 没人知道 接下来的几周时间 研究人员要进行一些微小的调整 确定究竟需要多少水流量 在哪里 以及应该怎样可出缺口 才能正确引导河水 冲击沉积物 模型试验证明计划可行 不过 项目协调员提姆凯勒 不这么认为 在实地操作中 工程队要用大型挖掘机 挖出缺口 这在洪水来临时 非常危险 不过那天还很遥远 首先他们要拆除大坝 拆除马莫特大坝的施工 进入第二周 奈特迈克道格的队伍 已经建成了防水宴 现在 桑迪河已经流进 沿水温水渠 混凝土大坝显露出来 要进入第二阶段了 拆除马莫特大坝 对于这个具有100年历史的大坝来说 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大坝始建于1913年2月 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 它共耗费了7个月时间 工人们利用周围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 大部分是石头和木材 这样的成就 对约翰·艾斯勒等 波特兰通用水电公司的老员工来说 是一个奇迹 它是一个传统的研究 它是一个第一次温水电公司的研究 这些东西是手机和马银 很少的工具 除了一些热水工具 多年来 大坝经历了几次升级 不过 现在要拆除大坝的人 正是曾经让大坝重获新生的人 奈特·麦克道格 这是很难 这件事给我们拆除了 这件事 很难做的事 1989年 奈特·麦克道格把大坝表面换成了钢筋混凝土 河水多年的冲刷损坏了大坝 它随时可能倒塌 不过 大坝的宿命无法阻挡 在几个月的计划后 苏比利尔建筑公司的爆破专家 终于开始进行爆破 拆除工作会分阶段进行 以便挖掘机在狭小的工地上清除沉积物 以此清除一层 工程队队长杰瑞迪利 直到不容有失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 他们要完成四次精密爆破 一次炸掉大坝的一层 在准备每次爆破时 工人需要钻许多蜂窝状的洞 深达三米 直达钢筋混凝土内部 他们会炸开第一次 回收碎石 然后重复这个步骤 直到大坝被完全拆除 但是钻放置炸药的孔非常棘手 爆破队在大坝顶部钻孔时 生物学家遇到了紧急情况 由于现在桑迪赫不再流经大坝 鱼踢也就不起作用了 它也会被拆除 不过这会导致夏季回油产卵的鲑鱼 被困在潜水池里 道格克拉莫 是通用水电公司的鱼类生物学家 他负责拯救鲑鱼 人们只要抓住鱼 就要把怕热的鲑鱼放进隔热水箱中 然后送到大坝周围放生 有些鲑鱼想在水池里产卵 它们用尾巴在沉积物上开出产卵的洞 对于这些鲑鱼和它们的卵来说 已经没有时间了 马莫特大坝到了最后时刻 杰瑞的队伍正在洞里放置炸药和电子保险丝 它们用了一种特殊的配方 1100公斤的硝酸鱼 加上680公斤的强力炸药 杰瑞负责最后的准备工作 公司代表 政界领袖 环保人士 以及媒体 聚集在观看区 准备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杰瑞建筑最后一次准备工作 配吉弗勒是波特兰通用水电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他就要验证 他就要验证杰瑞的工作成果了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 马莫特大坝即将瓦解 几吨重的炸药炸开了大坝的顶部 爆破任务顺利完成 爆破小组已经炸掉了第一层钢筋混凝土 现在 奈特迈克道格的队伍可以开始清理工作了 挖掘机和自卸卡车紧锣密鼓地工作着 他们要尽快清除碎石 以便开始吸一轮爆破 波特兰通用水电公司想回收可用的钢筋和混凝土 以免资源被浪费 他们仔细地将钢筋与碎石分开 电钻撬开爆破产生的裂缝 抓斗向两万二千吨的废料抓去 尽管这些机器的体型硕大 动作却很精准 项目主管斯考特佐扎操作机器相当熟练 卡车尽快把大量石块运走进行回收 柴油压碎机是混凝土的克星 每小时能吞进一百三十三吨混凝土 吐出难以压碎的大块和整整齐齐的碎块 两者结合最适合铺路 同时承包商回收了八十九吨金属和钢筋 把他们送到卡斯卡特扎钢厂 工人们在这里昼夜工作 把无数废料送进九十六吨的电壶炉里 接着把一个三头石墨电极放进其中 水电机将七千万瓦特的能量输送到电壶炉里 这么大的能量足够为五万户家庭供电 它将废弃金属融化成一千六百摄氏度的液体 液体金属被铸成两吨重的钢坯 变成制造钢制品的原材料 制造钢丝和栅栏等物 还有更多钢筋会被运过来 工程队现在已经爆破了第二次 炸开了三米多厚的大坝 并且清理完毕 大坝的高度降低了一半 夏季马上就要结束了 波特兰水电公司继续监控着河水的情况 确保上游的拆除任务没有影响河流脆弱的生态系统 再过几周 河水就能自由流淌 告别百年的发电生涯 建造马莫特大坝是为了利用桑迪河发电 不过首先河水要人为改道 顺着无数水道和沟渠穿过名为魔鬼脊背的山 汇入另一条河小桑迪河中 然后再被引进一条长四千米的木头水槽里 这条木头水槽将水引进罗斯林河 其总面积为六十四万平方米 水量足以带动布尔渊电厂的发电机 产生可供一万六千多户家庭使用的电量 水文学家戈登·格兰特非常钦佩这套水力发电系统 我当前十年前的工程师很感激 这些工程师没有任何现代的工程 他们没有电脑工程师 没有空间照片 但是时代不同了 波特兰水电公司计划拆除整个水力系统 并且用其他能源代替 对马莫特大坝来说 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拆除任务的第二步差不多已经完成 爆破小组一步步地将马莫特大坝彻底炸掉 项目经理约翰·艾斯勒对进度很满意 大坝被拆除后 身后的巨大沉积物堆完全暴露出来 它重达160亿公斤 归于不可能游过这座15米高的小山 大部分混凝土已经被清理干净 为安全起见 工程队把沉积物产成了斜坡 现在只有防水焰阻挡着水流 不过已经由水渗漏过来 斯科特佐扎的职责是最关键的 他负责监测防水焰的情况 问题的解决方法是用钢筋石块和沙粒捕救裂缝 只要天气状况良好 斯考特就有信心一直保证工地的安全 他必须保护防水焰 直到能瓦解沉积物的暴雨降临 现在桑迪河水依旧平静 不过戈登知道一切变化无常 从洞宫到现在已经大约四个月了 工程队炸开了马莫特大坝的钢筋混凝土 最后一次爆破清理掉了大坝的底部 夏天结束了 他们现在期待的就是一场完美的暴雨来完成任务 马莫特大坝拆除项目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最负挑战性的 工程队计划利用暴雨冲走大坝后方的沉积物 明尼苏达大学的专家用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测试 理论上证明了波特兰水电公司的计划可行 利用防水宴的缺口控制大水是关键 根据计算 工程队需要在防水宴的南侧开出一个三米宽的缺口 项目协调员提姆凯勒明白 抓住时机是重重之重 The choice of storm is going to be a one-time shot We're not going to have a second chance When we choose a storm, right, wrong or indifferent We're going to breach the cover dam One of the interesting things about this kind of dam removal is that you really have only one bullet in the gun And that's the decision point of when you breach 不过这个决定可能会来得比预期的早一点 波特兰气象局正在追踪早期暴雨系统 Normally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we get some nice weather in the fall This year, and we just went from summer to winter 为了完成大坝拆除任务 波特兰通用水电公司请水文学家安迪·布莱恩特 帮助选择一场完美的暴雨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 Sometimes around here, it's difficult to figure out whether or not it's going to rain It's a challenge just to get a handle on the storm systems that are coming in off the Pacific You break that down to the sandy, just a small area, a couple hundred square miles Is it going to rain in that little river basin? If so, how much is it enough to really cause significant rise on the river? That's a tough question for us to deal with 即使最小的降雨都会影响桑迪河 暴雨过境时,河水会迅速上涨或下降 现在的降雨已经产生问题了 水面距离防水宴顶部只有不到一米 这是大坝阻挡水流的极限 波特兰水电公司的经理提姆凯勒和约翰艾斯勒紧张地观察着水位 如果河水继续上涨 这次任务就会前功尽弃 防水宴会倒塌 抽水泵 各种设备和控制水流的机会都将附助洞流 他们决定等待更大的暴雨 但是如果下一场雨水过量 他们会失去开出缺口的机会 无法尽可能多地冲走沉寂物 如果雨水不够大 沉寂物就难以清除 会逐渐侵蚀河水 无论哪种情况 桑迪河都会成为不适宜 并未归于生存的地方 几年的艰辛工作 几百万的投入 以及工程队的信誉 悬于一线 万一计划失败 水电公司制定了一个备用计划 来拯救大部分处于险境的鲑鱼 防水宴下游29公里处 来自俄勒冈鱼类与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的生物学家 陶德·阿尔斯伯里 加入了水电公司的营救计划 如果沉秦物没被冲走 鲑鱼产下的卵就会被掩埋 还没等到孵化就会死亡 所以他们把这二十对冰尾鲑鱼送到了这里 桑迪河孵化场 这些鱼可能是他们繁衍下去的唯一希望 工作人员采集鱼卵 然后人工培育他们 营救非常及时 第二天一早 项目就出现了危机 仅仅一晚上 暴雨就令水库达到出水极限 每秒1900立方英尺 相当于每秒23立方米 这个速度引起了每个人的关注 防水宴随时可能倒塌 还有一个麻烦 引水区上方的桥崩溃了 没有桥 设备就不能从岸边到达防水宴 不能运走抽水泵 也无法开出那个关键的缺口 你还在这里有机器 没有 现在Mike在看它 看看他能够通过 整个计划岌岌可危 不过天气突然放晴 工程队终于可以评估当前的情况了 约翰·艾斯勒调动人员 准备在坝上开缺口 不过下一步 仍然取决于天气状况 气象局正追踪一个新的暴雨系统 天气迫使他们必须行动 一场暴雨正在行程 预测的水位线必然会冲垮防水宴 他们别无选择 到了实施计划的时候了 所有人都到工地现场集合 工程队必须关闭水泵 在暴雨降临前 把他们从防水宴上移走 可是桥已经无法承受设备的重量 他们必须随机应变 奥特·伯纳特经验丰富 他将用轻铲车代替重型挖掘机 等奥特把水泵移走后 才能开始给防水掩开缺口 两名勇敢的观察员在桥上步行 以免奥特开着铲车落进河里 水泵关闭后 河水会马上渗透防水宴 工人们在与时间赛炮 再到那里拿到第一个泵 我们在那里拿到桥上 我们在那里拿到桥上 把桥上移走 然后那桥上的桥上 桥上移走 是我们所谓的 在那一刻 你不能够在桥上桥上 因为它可以直接涨在内 但一旦桥上桥上 那是可以的 这可以对我们的事情 还有七台水泵 而河水还在上涨 每一分钟都很关键 河水会渗进防水焰 让它变得不牢固 项目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戈登·格兰特来到现场 观察实验结果 能否经得住实地操作的考验 工地现场的气氛愈发紧张 大气活动依旧活跃 预报会有一场暴雨降临 水泵已拆除完毕 现在剩下的是最危险的工作 奥特必须来到防水焰较远的一端 在不稳定的防水焰上开出缺口 如果热得很厉害 水会上升得很快 我们只需要保持人们安全 奥特和观察员慢慢地爬上防水焰的顶部 他们必须用模型为依据 开出一个缺口 推走合适的泥沙 让河水流过 这一步风险很大 稍有差池 路面就会坍塌 奥特和观察员就会落进上涨的河水中 任务的最后一个阶段正在实施中 铲车第一次挖掘后 就有一股水流开始流过防水焰 在防水焰后方 水库达到了除水极限 现在 引水渠起到了安全阀的作用 它释放足够的河水 保证洪水的力量受控制 但是 一旦工程队封闭了引水渠 形势 将失去控制 奥特·伯纳特知道铲车下方的地面 会随时踏陷 我认为它从距离 看起来 它是脑袋 如果它在底下 什么会发生 有些大事 大事 在底下 看起来 那是很酷的 缺口基本上打开了 他们要封闭引水渠 加快任务进度 Dave 你有个拭片吗 对 我们现在需要石头和河河河 然后再裂 工人们封闭引水渠 来 我们来 使防水渠后方的水量 每分钟增加了84万7千升 河水做出了强烈反应 河水渠速度开始增加 ioxid Berg 浸腾的河水像巨型手术刀一样 穿过沙尸 几年的准备终于迎来了这个时刻 奥特完成了任务 接下来要看河水的了 忽然之间沉积雾堆开始倒塌 工程队必须马上撤退 三层楼高的泥沙沉积雾 塌陷下去 就像冰川的冰雪融化一样 沉积雾顺刻间化为流动的石块和泥沙 缺口打开两个小时之后 桑迪河的河水流到了马莫特大坝曾经所在之处 接触到了原本的河窗 到了晚上桑迪河开始自由流淌 提姆和同事都精疲力尽 同样松了一口气 这个项目最大困难已经被克服了 第二天一早 戈登又回到工地现场 桑迪河冲垮防水宴只有18个小时 结果却是惊人的 河水自己冲出了一条河道 河里最大的阻碍 近一百年沉积下来的 九万八千吨泥沙 已经不复存在 这次项目圆满成功 曾经有座大坝的地方 现在只有几根井套馆 这一带将成为公共自然保护区 波特兰通用水电公司 捐赠了六平方公里的土地 用于建立实验网 两天后 珍稀的鲑鱼 已经开始在河里自由游动 正如约翰艾斯勒希望的那样 桑迪河放开了新的历史 工程队赋予了河水新的生命 桑迪河从此 自由自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